《喜灰》剧中出现了不少巴斯级高手 他们的破坏力都尤其的强 足以毁天灭地 原本狼与羊还存在种族矛盾 可是当危机来临时 狼羊选择了合作 一起对付外敌 灰太狼与小羊们联手后 反而让大家更喜欢看了 羡慕回溯与喜羊羊之间的感情 一起来看看这几位实力派强者 第四位黑大帅 他的实力确实很强 是古古怪界的终极巴斯 拥有很强的法力 能够操控雷电之力 外形就是一颗黑蛋 他霸占了灰太狼的家 灰太狼又打不过 只能听他的话 还经常被电 黑大帅的绝招 既因光线能控制任何人 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奴隶傀儡 黑大帅极具破坏力 美羊羊曾被黑化 实力强悍恐怖 让喜羊羊他们都瑟瑟发抖 第三位虎霸王机器人 真正邪恶的是壁虎军师 他真的很邪恶 是虎虎神威中的终极巴斯 在虎霸王被喜羊羊 和灰太狼破坏电源后 壁虎军师居然直接 用青青草原通电 这必然是牺牲了植物能量 虎霸王破坏力超强 甚至利用了 曼羊羊头上的绿宝宝 这是非常厉害的移动电源 破坏了青青草原的建筑 壁虎军师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各种手段频出 非常的邪恶 第二位苦瓜大王 他想要苦化整个月球 没有尝过甜的 他不知道甜的美味 苦瓜大王带了很多苦瓜兵 去入侵月球 这里的糖果王国 是只羊羊羽立羊羊建造的 住了一群兔子 月亮女王一直驻守这里 被苦瓜大王逼得 只能躲藏起来 曾经甜蜜的糖果王国 变成了苦味的 最终还得是月球救星 喜羊羊出马 他的灵档就是关键 没想到灰太狼 也能成为月球救星 最终还是战胜了苦瓜大王 苦瓜大王的破坏力 能覆盖月球 这实力还是很恐怖的 好在他最后醒悟过来了 第一位小黑龙 他本来是小蓝龙 看起来挺可爱的 谁能想到他居然是 终极大巴斯 在开心闯龙年中 他将青青草原破坏得 面目全非 就连龙的世界也没有倖免 他任性妄为破坏力十足 控制极西恶龙到处搞事 简直无法无天 是妥妥的小恶萌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